妈 快快快快 你闭门 快快快 进去 进 快 小白 小白 你在家呀 你的门怎么没关呀 你们俩来有什么事吗 你看你这话问的 这不是我们家大美人想你了吗 他非要和我一块来看看你 是啊小白 我这天天晚上做梦 总是梦到你呢 是啊是啊 梦见我 是吗 我也梦见你了呀 小白你说的真的 你也梦见我们家大美了呀 是啊 不过我梦见的是他打我 骂我 虐我 我那段时间工作不稳定 也都是因为这儿 那个小白 这俗话说的好 这打是亲 骂是爱嘛 这这打得越狠 吵得越厉害 这爱得越深嘛 我妈说的对 你再说了小白 那都过去的事情了 你还提他干什么呀 这陈芝麻烂骨子的事了 是啊是啊 这事啊都过去了 翻篇了啊 男子男人嘛 要有度量啊 别老抓住过去补法是吧 行 我有度量 那个事儿我就不提了 你们两个 还真不够客气的呀 这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上我们家来了 是有什么事儿吗 小白 这是打什么招呼呀 这咱们呀都是一家人 这我们自己认识路 也不用你接 小白 我今天来呢 还有一事儿 咱们复婚吧 复婚 是啊小白 我们来啊 就是这个意思 大美你们两个复婚 你看 你们离婚都那么长时间了 这这这这这老邪 给他介绍对象呢 他都不同意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啊 他心里还有你 是吗 是啊是啊 你看 他为了想你啊 这这这每天啊 也吃饭去饭 也睡不着觉 你看 这人啊 都瘦了一大圈了 这瘦了好呀 这瘦了 有钱人 不更能看上他吗 哎呀小白 你说这叫什么话呀 这这这 什么有钱人没以前呀 这这些呀 我们人家都不在乎的 他在乎的就是你这个人 对 小白 这 我感觉 还是你对我最好 你们来找我 真的是因为我好 而不是因为我家拆迁了 哦 这 你们家拆迁的事啊 我们也倒是听说过一点 不过赔了多少钱啊 不多 三百万 三百万 小白 我看你们两个这复婚的事 就这么定了吧 是啊小白 你俗话说的好 夫妻还是原味的好 是啊是啊 你看你再找个人说不定 你还没有我合适呢 要不还是咱俩复婚吧 行 我同意 你你答应了 对 那今天太好了小白 那要不 小白 咱俩不如撞着 那既然你都同意了 那咱们现在就去明正女领证吧 是啊 是啊 你们去明正女领证 我在家给你们做饭 行 那就今天 赶紧去吧去吧 快快快 走快快 走快快 我 我坐饭等着你们啊 好好 你太好了 坐饭去 妈 你就别忙活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忘记了 咱们当初 我非得跟小白复会 那是为了什么呀 难道真的是在她家当保护的呀 因为我都跟她送完那么长时间了 她也不说 给咱们点钱花 就是呀 她是不是把这产给忘了呀 要不 咱俩 给她说一说去 给她要点 要点 要点 那要那撒瓜两枣子有什么用啊 要一要 那就要一笔大的 要大的 那 那 那有什么条件呀 咱怎么跟她要啊 要不我就跟她说 给你买个房子 你看你这年纪也大了 怎么能以后一直跟我们住啊 对对对 说的太对了 那要不咱去找她 走 走 小白 看不起来 有事啊 有事 你看 咱们两个也复婚了 这我妈年纪也大了 我想着 她怎么能一直在这跟咱们住吧 我想给我妈买套房子 你给我拿点钱呗 你想要给你妈买房子 你凭什么找小姐 小白 瞧你这话说的 那咱们两个现在可是夫妻 那既然是夫妻 还非什么你我呀 那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不也是你的吗 是啊小白 咱们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还非什么你我呀 对啊 更何况你那拆迁款都三百多万呢 给我妈买套房子 绰绰有余 我是有钱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另一户宅子也拆迁了 而且那个宅子更大 而且赔了六百万 六百万啊 是 小白 这是大美给你付婚样付对的啊 你看 这以后肯定会过着好日子的啊 你没些别急 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虽然没有赔了这么多钱 不过这些啊 和你们都没什么关系 小白 你们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的长辈是不是 你给我买套房子 那也是合情合理是吧 这以后 我总不能给你们两个一块住吧 这这这这以后你们也有自己的日子是吧 要过二人世界的 是啊小白 再说你那么多钱 也不介意出这么一点点是吧 谁说我不介意啊 我介意买什么房子呀 我这房子 不是有好几个房间吗 住这挺好的吗 不是 这个钱啊 我是不会给你们的 小白 你看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你说你一下那么多钱 你自己也花不完是不是 你就是给我买套房子 就当您静孝心了 我也想一个人住着 也想土个清清是不是 行了 你别以为我不明白你们那点 挖挖床子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要付关是为什么吗 不就是为了我那点钱吗 想要钱是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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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不过呢 我是不会把钱轻易给你们的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有什么条件或者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 只要我和我妈能办法的 我们一定办 要求就是 你们得听我话 对我好 不能嫌弃我 不能像以前一样那么对我 这就是我的要求 你没表现好的话 我会给你们一眼钱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小白 你说这些要求 你放心 我和我妈一定能办到的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是是是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先别答应这么早 我以后看你们表现 如果你表现好的话 你们就有花不完的钱 如果表现不好的话 那对不起 我一文钱都不会再给你们了 我明白了 小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让你满意 是啊 是 行 我那换了有几身衣服 这几天没洗了 哦 我懂 我懂 我去洗 你在这歇着 我洗我洗 小白 我渴了 我渴了 我 现在得知道啊 你等等 要满水 好好好 知道了 这人啊 就得狠心一点 要不然 别人一回说你是我脑肺 我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